嘻!你們不說話,我們這第一班車絕對不開走! 怎麼樣?準備好搭場嗎? 喂,喂,喂,兄弟姐妹,大爺大媽,男孩女孩們,都趕緊過來! 柯雲纜車,重新開始營運嘍! 哇,哇,這,這是,好大,好藍的屋頂呀! 那不是屋頂,虎克,是天空 這裡,就是上層區嗎?空氣裡的味道,和下層很不一樣呢 哈哈哈哈,是少了些鐵鏽和地髓粉塵的味道吧?大口呼吸吧,孩子們,這就是自由的氣息啊! 沒想到,我還能活著回到行政區 在下面的這麼多年裡,還真是發生了不少事啊,娜娜沙 誰說不是呢,奧烈格,真是奇怪,坐在纜車上的時候,腦海裡明明堆滿了回來以後想做的事,但現在,我只想找個地方坐下,發發呆,看著這忙碌的人流,就這麼過一整天 好好享受這片刻寧靜吧,姑娘,這是咱們應得的 啊,是傑帕德,他來迎接我們啦 還能執行公務 開拓者,歡迎回到行政區 開拓者?在這星球上還是第一次被這麼稱呼啊 駐城者們認為,有必要以更符合禮節的方式稱呼各位 外來者這幾個字,聽上去終究有些疏遠 此前在禁區發生的事,請允許我再次向各位致以歉意 你們並非用心險惡之人 我理應更加相信希露瓦的判斷才對 你們的實力確實令人欽佩 若非知道你們有要事在身 我很希望你們能協助鐵圍訓練 布羅尼亞大人的上任宣講很快就要開始了 我正是受她指託,特地前來告知各位呢 還好深安全喔 那麼可以這裡 他先打掘什麼? езж露瓦乾爭 你讓他做主事 Rodriguez 給她轉換,叫露瓦雷 我讓我和你們做出 pé 鱈嚨戛一束 届时 希望三位都能到场见证 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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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吧 就算成功贴了 看 那边聚集了好多市民呀 宣讲快开始了吗 但布罗尼亚似乎还没到场 先找个地方歇息片刻吧 铁卫 列队 是要开始了吗 布罗尼亚兰德大人的上任宣讲即将开始 请各位市民保持安静 协助维持现场秩序 贝洛伯格的市民们 请听我说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聚在这里 共同庆祝这个时刻 是因为一位伟大的守护者牺牲了自己 将七百年来 一直荼毒这座城市的祸州 逐出了我们的家园 可可利亚兰德的牺牲 为我们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城墙外的风雪将会逐渐平息 列界的扩张 也必将被铁卫的攻势抑制 在极北之地 我亲眼见证了前任大守护者 与不可名状的力量展开的抗争 在生命的最后 他也向我倾诉了自己最大的遗憾 那就是 隔绝了上下层区十余年的封锁令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决策 他也向我带来的严重后果 他虽心存愧疚 却早已无法回头 因此 他在临终前留下嘱托 在星河的影响消散之际 他希望贝洛伯格 能够重归完整 他希望上下层区的人民 能共同迎接黎民 下层区的各位 我无法奢求你们的原谅 因为亲身的经历已经告诉我 这十余载的岁月 给你们留下了太多伤疤 但我渴求你们的合作 因为我们都十分清楚 缺少了你们的坚毅和汗水 贝洛伯格的复兴将无从谈起 文明的存续 也将无从谈起 另外 我还想借此机会 向贝洛伯格的几位客人 表示感谢 你们中的大多数 并不知晓他们的存在 但正是他们的到来 为这个濒临枯萎的世界 浇灌了希望 也正是他们的到来 让我意识到 在着眼于存户脚下 这片土地的同时 我们也不该忘记 仰望天空 我坚定不移地相信 在你我共同的努力下 我们的世界 被开拓者们称之为亚利洛六号的这个世界 必将重新投身星辰的怀抱 但在完成这个目标之前 请允许我 暂时以谦卑的身份引领大家前进 我 我 布朗妮亚兰德 布朗伯格第十九任守护者 在此宣誓 布朗妮亚大人 布朗妮亚大人 布朗伯格 有力武抗 有力武抗 有力武抡 有力武抗 有力武 elderly武抗 Bronia!我們回來了! 三月,丹衡,還有你 你們能趕上宣講真是太好了 抱歉,我知道日程安排得過於緊密 但我不想讓市民們等太久 無端的猜疑越多,局面就越容易失去控制 她在現場,只是待在你們注意不到的地方 汐兒才剛剛離開那種閉塞的環境 不習慣這種場面也很正常 我會帶她慢慢示意的 Bronia的講話還真是沾沸人心呢 換成我的話,肯定緊張得站都站不穩了 不過是在用表面美好的話術編織謊言而已 希望你永遠不用經歷這些,三月 嗯 我想永遠對民眾保持誠實 讓我更想存护住他們的希望 大航 那個 楊書的結論現在要說嗎 由我來轉說吧 任何能安全 也就是說 烈界的影響已經扎根過深 就算現在峰印了星河 也能夠即刻逆轉 我明白 前人如果不是面对毁灭的威胁 也不会冒险使用他 为了让这个世界 免受劫难 哥我已经倾注了所有努力 你深知 险些为了他牺牲性命 我无权要求你们付出更多 而且 那位瓦尔特先生的话 我很赞同啊 贝洛伯格的命运 最终还是得由他的子民掌握 那 作为领袖 我也必须给出与之对等的承诺才行 我们一定会尽全部的努力 坚持到开拓者返航的那天 就算要再花上七百个年头 雅利洛六号的孩子 也会一直仰望星空 兴华希望 再见了朋友们 愿星空存护你们的旅途 恭喜啊 你的第一次开拓之旅 到此就顺利结束了 确实值得请和 二天 什么啊 居然连及格分都没有吗 我的评判标准和你不同 还是采访一下你吧 有什么获奖感言吗 什么什么 那可不行 眼看咱都要离开了 我连像样的照片都没拍过几张呢 走吧 我们再去行政区六大一圈 不少地每个人都没有给他 不得你 那有什么 不得有 对 我 雷尼沙 Roney而言 愿意为了我们再等上七百年 大豪 到啦 永冬明杯 拍照拍照 佩拉和虎克也在 怎么说 要不要把他亂也拍进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见面会才有这个环节呢 看在你们仨的面子上 我可以帮你们免费签名哦 拍照 啊 克拉拉想起来了 我还小的时候 史瓦罗先生也给克拉拉拍照过 来 克拉拉 站过来点儿 姐姐教你几个拍照的最佳角度 哎呀 真不错 我演唱会前排的摄影师 要是有你一半的功力就好了 哎 克拉拉原来这么矮吗 我还以为 没事没事 只要营养跟上啦 克拉拉也一定能长得和单狠一样高的 我可以假装没听见 这张照片就送给你们吧 就当做是列车组的临别礼物 啊 你们这么快就要走了吗 我明白啦 那这张照片我可得好好保管 晚点我也会帮你复制一份的 克拉拉 谢 谢谢希罗娃姐姐 大姐姐 三月姐姐 还有丹恒哥哥 感谢你们此前的照顾 希望你们这一路上能平平安安的 有时间的话 请一定要再来看克拉拉和史瓦罗先生呀 哎 照片拍完了 街也光累了 接下来 接下来就该去哥德宾馆好好睡上一觉啦 回列车再睡 什么呀 之前都住进豪华客房了 却被那个坏女人给算计了一把 你们不觉得不甘心吗 走了走了 才一晚而已 妻子和杨淑都是成熟的大人 很有耐心的 再说了 贝罗伯格难得变得这么热闹 你们就不想再多找人聊聊天吗 我 快来瞧 快来看喽 大人 还不回来 lö sz internet 词 lyn preservation 你 res 冥 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穷列车这伙人比我想的还要有趣 你很喜欢 当真 真是杰作呀 不不 我还不想离开这儿 什么 爱普色龙 那种纸醉金迷的地方有什么乐子好找 越能体现人性尊严的快乐 越是高级的快乐 这才有趣 好 来了 替我向酒馆的兄弟姐妹们问好 别忘了告诉他们 就说敬请期待我老桑伯的下一场戏 现在我要卸目了 这个故事敬献给您 亲爱的看官 不知您是否从中得到了少许欢愉 如果您说没有 桑伯会很伤心哟 该回列车了 去找三月和丹横吧 早吃好呀 睡得怎么样 我现在可是精神满满 真会气 我去翻翻皇历 没准今天不宜出行 收到姬子的消息了吧 该回去了 若是延误了发车 列车长又该唠叨了 收到了 收到了 带好行李和经验品 我们回家 一会儿 二十五 二十五 三十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来瞧 快来看喽 终于到了这个时候 道别真是令人伤感呀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等回到列车上 你的伤感就该消失得差不多了 在你眼里我就这么没心没肺嘛 优先级 什么意思 难道在你看来 下层去城镇的重建工作不够重要吗 不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我们当下可调用的资源有限 必须重新规划 资源 规划 你现在怎么就挨往我脸上甩这种词 算了 这事你别管了 看来还得我自己下去 不要一起用石 汐儿 我不会放你 Bronia 看 他们这一路上 肯定还会遇到不少困难吧 也许会比我们面临的未来更加艰险 但我们一定会战胜困难 哪怕这意味着 类似这样的争执 要一直持续下去 吵架我可是很在行的 欢迎回家 三位 季子 杨叔 开拓小分队的第一次任务 这就顺利完成了 虽然我俩没有亲身参与这次开拓之旅 但光从结果就能看出大家有多努力 恭喜各位 尤其是你 大家对你的首秀评价很高 假如真有这么一套平分系统 我一定会给你最高分 好好在列车上休息一阵吧 缓解一下在亚历罗六号上累积的疲劳感 帕姆认为 我们应该尽早驶离这片剑鱼 避免刚刚有所缓解的空间异常现象 出现反复 我和姬子都同意列车长的观点 也就是说 我们要尽快决定接下来的目的地了 嗯 没错 这就是无名课的命途吧 永远在路上 永远不停下开拓的脚步 我可没再抱怨啊 惊喜一个接着一个 这样的旅行节奏正合咱的胃口 看来小三月已经喜欢上无名课的生活方式了 真好 各位可以先回自己的房间休息 或者在这节车厢烧歇 喝杯咖啡之类的 大家都是熟人了 随意便好 那我先回房间了 每次我都以为 那家伙能变得更合群些 有些事不必强求 好 三月 我觉得那孩子 很珍惜跟你们同行的时光 关于和大守护者的最后一战 还有星河的情况 我猜你心底还藏着不少疑问吧 趁着你们不在的时候 我和瓦尔特先生做了些观测 总结出了些结果 如果你需要解惑的话 不妨跟我们聊聊 倒架 列车停靠了这么久 妻子和杨叔估计都不耐烦了吧 下个目的地会是哪里 咱都等不及了 好期待呀 列车行走在开拓的命途之上 走过一个个奇妙的世界 邂逅一群群鲜活的生命 见证一段段美丽的故事 宇宙浩瀚无边 我们能穿越星海擦肩而过 本已是奇迹般的缘分 若有机会能聊上几句 认识彼此 甚至结伴而行 这美妙的概率 或许只能用命运解释 谢谢你选择了成为我们的伙伴 希望我能解答你在旅途中 萌生的疑惑 很乐意 所谓当局者迷 也许我能从旁观者的角度 帮你找到答案 存护克里伯是一位淡漠的心神 除非你能始终保持公司那种 非同一般的狂热 否则恐怕很难分到他的力量 借着强烈的存护执念 贝洛伯格的著成者们 坚持了数百年的时间 但随着列界的腐蚀逐渐深入 本就脆弱的信仰也出现了裂痕 那位大守护者可可利亚 她恐怕彻底放弃了 剑行存护的命图 和她相反 你在那场战斗中 展现出了坚定不移的存护意志 从结果上看 克里伯回应了你强烈的愿望 你能够挥舞大守护者的武器 并操纵内尊具象 大概也是由于她那一瞥吧 小事 虽然我和瓦尔特先生 没有参与这次开拓 但你们在亚利洛六号上的一举一动 我们全都看在眼里 同伴就该相互照应 我们无名客更是如此 也请时刻记得 哪怕肉身相隔千万里 列车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毫无疑问 是星河 结合我的分析和猜测 那位大守护者 恐怕在早年 就遭受了星河的精神侵蚀 此后发生的一切悲剧 都滥伤于此 可恨之人尚有可怜之处 如果换成你我 坐在他的位置上 每天面对逐渐衰落的城市 我们真的能紧握脆弱的信仰 没有丝毫动摇吗 当然可以 我们不缺时间 这个问题 也许我阿尔特先生 能给你更详实地分析解答 不过 既然你想知道我的看法 我觉得 很难 并非没有可能 但过程 我一会十分接信 从你们的报告里 我能看出 贝洛伯格的新任大守护者 是一位英明聪颖的年轻人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 他还在这段旅程中 抛弃了不必要的天真 在他的身边还有一群坚定正直的支持者 这是大幸 可命运难以捉摸 时常荒谬 就算在他们的有生之年里 亚利洛六号能够恢复一定程度的繁荣 但对于潜伏在宇宙中的无数威胁而言 他们依旧脆弱 无助 作为见证者 我们只能在远处为他们祈福 想摧毁星河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连黑塔也没能找到彻底破坏星河结构的方法 只能创造条件抑制他的能量慢异 大守护者战败之际 向其导送能量的星河 也露出了一丝破绽 让我和瓦尔特找到了压制他的时机 列车能对星河做的事 也仅限于一致而已 这种做法只能解一时之虚 不过 倒是足够让这个星球上的人们喘口气了 不用客气 好好休息吧 这是你应得的奖赏 你的首次开拓之旅顺利结束 感觉如何 欢欣或痛苦 圆满或遗憾 都是旅途的一体两面 只要行走在开拓的命途上 这些感悟就会一路相随 直到成为习惯 你似乎有话想问 尽管开口 我也正想找人谈谈心 见台如机子 也快跟我把话题耗尽了 恐怕不会 如我之前所说 星河给亚利罗六号造成的影响 已经扎根太深 在可预见的未来 贝洛伯格的人们 仍将继续与灾祸搏斗 但胜利的天平 已经在向人类倾斜 究其原因是因为你们放上了名为希望的砝码 不要低估希望 它虽无色无形不可触及 却蕴含着无限的能量 同为可被拨下的种子 在我看来 它远比星河更为强大 原来如此 我觉得你做了正确的事 背负着知识的重量 砥砺前行 总好过在无知中盲目乐观地活着 我依稀记得这样一个世界 那里的人们 每时每刻都面临着远超诚实认知的威胁 但凭借智慧和勇气 人类一次又一次地 从危机中拯救了自己的家园 这就是平凡且伟大的赞格 但愿雅利落六号的人们 也能从自己的经历中 惨悔同样的精神 我原本也希望能和你们共同前往 但几此坚持 要给各位独处的时间 我一直在列车上 观测你们三人的行动 期间也不少次手心遗憾 但你们总能交到值得信任的朋友 化解旅途中的困难 仅这一点我也不得不佩服 姬子和我不同 她从始至终都表现得十分冷静 还不断劝我要相信年轻人的决断 果然和她相比 我还是少了些放手的魄力 和你聊天总能有所收获 不 注意休息 旅程很快就要重启了 汉姆 我们回来了 正在进行星轨稳定率检测 请别打岔 什么呀 一点都不热情 空间独树 恢复到正常区间 星轨稳定率 百分之五十六 百分之五十七 行驶环境已达到稳定预值 允许列车启动 哦 欢迎回到列车 开拓任务顺利完成 列车组感谢你们做出的贡献 托你们的服务 空间崩裂现象已经逐渐复原 星轨的稳定程度也达到了合格标准 至于列车本身 帕姆已经做了从头到尾的细节检查 一切设备正常 嗯 算了 反正亚利罗六号上 大概也没有什么稀奇的特产 再加上你是第一次执行开拓任务 这次就原谅你了 不过 下次你可就没有理由了怕 停靠站点 要等到航线会议再公布 保持激动的好奇心 好好等着派 哦 帕姆响起来了 那 拿好了 别洒到地板上 谢谢列车长 马上 为防止空间异常现象出现反复 列车将紧快离开当前站点 驶入平稳监狱 安全起见 建议各位乘客浮稳坐好 待列车进入匀速行驶阶段后 再四处走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来 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